培育木雕人才新秀 苗栗仙政府开办亚洲青年木雕艺术研习营 今年迈入了第16个年头 由经验老到的木雕师亲自授课 不仅传承传统木雕工艺 也要培养当代具象艺术人才 两组别的青年甄选营 欢迎有兴趣的年轻人报名参加 无论是传统花鸟冷物雕刻 或是充满个人风格的当代设计 木雕创作的记忆 都必须建立在技巧基础之上 由苗栗仙政府所开办的 亚洲青年木雕艺术研习营 为培育工艺人才 今年迎来第16届 新船员从第1届到去年第15届 那我们一直持续在推动 我们台湾的那个木雕的新船 那之前我们在第10届的时候 我们推广到亚洲 就是希望能够引进国外的学生 在我们的创作领域里面 能够用国际的角度来 让创作的学生能够多方面的交流 贺诚请来经验老道的木雕师 亲自为学院授课 增加10座实战经验 近年来在国际木雕竞赛 也能够看见青年营的学员们 展露头角 营队的开办更为今年的木雕竞赛 做主准备 我们创作营的比赛 也是开始受理报名的 那往年我们报名 就要去年来讲 应该说这两三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国外的建树有比较 建树有少一些 那疫情开始松缓之后 也希望世界各国的作品 能够像往年一样 继续参与我们国内的木雕竞赛 贺诚分为当代具象 传统记忆两大主编 报名收件到5月28号 预计7月份起 展开为期一个月的 亚洲青年木雕艺术 燕熙营 感谢观看